空色系同学毕业作品 日常仪式神圣性空间乡村发展 参加文化部文资集举办的 2023A Plus文化资产创意奖竞赛 是荣获社会组文资文化企划类的金奖 报回奖金10万元 基地是在花莲县的妇礼教会 妇礼长老教会 然后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当地的信众去盖成的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所以它的结构老旧 然后两顶他县 这个地方它曾经也是有很多的教徒会聚集在这里 它现在已经变得很没落了 就是整个教会可能也只有十几二十个人 会来这里礼拜 同学以花莲县妇礼教会作为创作基地 设计新旧结合的体验空间 让居民和观光客都能运用妇礼教会的空间 他们在整个妇礼教会 妇礼长教会的新旧改建 他们其实是从一个神圣性空间 神圣性的研究开始去做探讨 所以其实他们在暑假 在去年他们刚开始做毕业设计的初期的暑假 其实他们已经对于所谓的神圣性空间 有整个暑假期都在探讨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们相对于 我相信相对于其他业界的设计师 他们在探讨所谓的单一主题这件事情的深度跟完整性 我觉得相对来讲 这是反而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那也因着这样的原因 当他们找到一个恰当的基地的时候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一个完整性的部分 试着在他们的这个所挑选的基地 去做一个思考跟设计 同学设计的居民学生 游客都可以体验的情感空间 让过去有距离感的神圣性空间 变成大众可以进入休憩 居住聚会停留了场域